张先生和张女士是一对刚刚结婚不久的夫妻 对于还处于蜜月期的小两口 所有的生活就好像重新开始了一样 每一天都是充满了温馨和甜蜜的 我们之前是大学同学嘛 前后做那种 然后就觉得有接触嘛 然后就觉得他这个人挺好的 然后有些事情他会帮忙嘛 帮助我就后面就觉得他挺好的在一起了 两个人脸上的笑容就可以看出 这对小夫妻此刻的幸福 但谁也不会想到 这份美好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长久 看着张先生脸上的愁容和张女士 顺眼惺忪的神态 才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就在结婚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一天晚上 张女士突然从一个噩梦里惊醒 我当时真的是被吓醒了 而且我醒来不知道 说自己梦到一些什么 而且后面再也睡不着了 被噩梦惊醒的张女士 起身坐了好一会儿 定了定神 才从刚才的噩梦中安静下来 然而接下来 她就再也睡不着了 看着眼前张嘴大睡的丈夫 张女士绝对想不到 在以后的日子里 这种失眠的状态 想长时间地伴随着自己 张先生下床去饮水机接水 还时不时地咳嗽两声 并且用手摸摸自己的喉咙 两杯水下去了 嗓子的情况有所好转 干咳两声之后 张先生回到了卧室 发现妻子已经睡着了 我感觉吧 那天就是感觉嗓就是特别有点疼 然后口感有点干咳 但是吧 我感觉应该是房间湿度问题 所以就是没什么太在意 但从那以后 每天张先生起床后 就会发现自己口感难耐 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饮水机旁喝水 而妻子张女士的睡眠情况 则是越来越糟糕 不知道最近为什么 然后每天就感觉自己睡得很不好 然后很失眠 然后有时候头很疼 然后就是胸口也会蒙 什么状态都来了 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掉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 张先生每天干咳不断 而张女士每晚不得安睡 只有在早上张先生走后 才会临时补上一小觉 烦闷的心情影响着两个人的生活 张先生和张女士便开始了分床生活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动作就发脾气 我感觉吧 他应该是失眠造成的 就是他每天 反正他每天就睡音乐教会 我感觉慢慢的 谁都会精神崩溃的 就是这样一对曾经恩爱的夫妻 如今成了隔墙而睡的仇人 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 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 分床而睡的那个晚上 张女士则睡了一个难得的好觉 那天终于我睡了个好觉 感觉可能因为那天 就是睡得特别沉 可能是因为比较累 干嘛就睡得特别好 毕竟夫妻没有隔夜的仇 两个人经过几天的缓和 家里的气氛 慢慢地变得轻松起来 又回复到了之前的状态 但这样的和平共处的日子 还是没有持续多久 一段时间后 张女士便再次陷入了 整夜的失眠和噩梦之中 干嘛呀 两个人的再次分床生活 让张先生也失眠了 而他的失眠 是因为在反复的思考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先生就是说 他是失眠的问题 而我就只能只是上火的问题 所以就开了点药 但是回来感觉没什么太大作用 张先生就这样辗转反侧的一夜未眠 直到天亮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看见我洗的脸色特别的好 而且我那时候 我也没感觉特别的干渴 我觉得就是他影响了我睡眠 原因肯定出现在他身上 当妻子说到 刺激影响到他的睡眠的时候 张先生好像明白了什么 像之前一个人睡的时候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两个人睡了 问题就出现了 我感觉问题应该是出在彼此的身上 像之前我看过一些资料 就是是关于夫妻之间睡眠的问题 张先生仔细回想后认为 夫妻两个人睡觉 也是有一定学问的 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 张先生准备晚上试一试 这一夜果然过得特别的安详 只是到了早上 张先生依旧口渴 但至少问题算是解决了一半 就是晚睡觉的时候 然后呼出的都是废气 然后但是我们心中夫妻嘛 都是晚睡觉的时候 都是相像的 然后废气都是被呼吸进去了 难道说夫妻俩睡觉 真的有张先生所说的学问吗 张先生的推断 有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呢 下面让我们来做一组模拟实验 床上的两个人 处于相同空气条件下 旁边的这台机器 就是测量空气中的 二两化碳含量的仪器 我们首先让两个人相向而睡 空气中的二两化碳含量数值 开始增大 这说明吸气的范围里 空气中的氧气含量 开始减少 让我们再试试别的姿势 不管是平躺 侧卧 屏幕上的数值 都处于正常空气状态下的 二两化碳含量 一般人叫我们 知道这人生三分之一 是在睡眠里边度过的 你可以三天不吃饭 不喝水 没问题 但是如果三天 彻底不睡就人家崩溃了 睡眠还是很重要的 当然在睡眠里边 就睡眠疾病 是扣得过境了 你呼吸是造空气 我吸进去了 尤其是我们里边有呼出的二氧化碳 看来张先生的推断还是对的 那么每天早上 自己的口干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看到他每天就是睡觉 沾着嘴巴睡觉 但是沾着不大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呢 生活时间有很多人照顾呼吸 到第二天口干舌走 我最典型的病人告诉我 第二天早晨拿起来口干的 根本不知道舌头哪去了 埋醉走舌头 为什么呢 他干走以后舌头很敏感 那神经就麻木了 看来正确的呼吸方式 也是影响睡眠质量的一个关键 但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在有意无意地犯一些睡眠上的错误 尤其是刚刚结婚的小夫妻 结了婚了 反而睡眠问题来了 在过去呢 自己一个人睡 根本不太清楚 那么结了婚以后 睡在一朝朝上 我们过去叫做同朝异梦啊 但现在是 个人不同的睡眠习惯 会影响到对方 新婚夫妻啊 对 因为我还没结婚 我不太了解 晚着睡 可能会分情况吧 感觉好的 好一点的话 就是甜蜜的话 会有甜蜜的睡姿 如果吵架的话 两个人可能会冷战啊 那就可能会睡得分离一些 各睡各的 如果是甜蜜的话 可能会拍包装睡吧 就是他胳膊睡清楚的 有时候也有面对面抱着手 正常的情况下吧 不吵架的时候 当然就是他搂着我 然后睡睡觉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睡着睡着了以后 可能会变成背靠背的形式 有时候有会吧 当然会啊 有的男孩子 他会打那个酣声 打呼噜 你可能会成熟成熟的睡不着 然后他会睡得很香 他自己还不知道 这样就很糟心 当然因为他搂着我嘛 然后手会放在头的底下 然后那样的话 就是可能会手忙 这样 看来 其实真的是无处不在 简简单单的一个睡觉 还有这么多的道理在里面 那些刚刚结婚的小夫妻俩 可要注意了 千万别因为此时的恩爱 给健康留下隐患 看上去是在爱他 其实是在害他 那么 对于夫妻睡觉这件事 专家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在夫妻生活嘛 迎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环境 比如说我们主张潮大一点 这个呢 就是尽量 在肢体上接触方面少一点 因为毕竟会对对方 作成压迫 或者什么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可以不分潮 但是分开被子睡 那这样的话 在适合自己的一个温度啊 什么这个可能会有帮助 然后这在改善睡眠环境方面 会有一些好处